騎士帽子 口罩 羽絨外套缺衣不可 路人各式毛帽 圍巾 全副武裝才出門 周一上半日又碰上東北激風報道 民眾坐在路上直發抖 還有人戴起毛茸茸的手套 有戴出來就戴了 連幾年這樣差不多了 我只有穿這樣子了 帽子 還有手套 兩隻要多穿一點 中部以北地區受伏著冷卻影響 清晨平地低溫下碳12度 不過乾冷僅維持一天 周日開始中部以北14到16度 南部15到18度 東部17到18度 濕冷猶豫 二到了周六 預估會有今年最強的冷氣團來襲 中部以北下碳10到12度 南部14到15 東部13度 低溫恐怕可達寒流等級 體感的溫度更是降9度之多 我們預估大概就是在 大陸冷氣團的強度 那中部以北大概包12 13度 布是濕冷是跑不掉的 濕濕冷冷的感覺 但是體感溫度可能會低到10度以下 另外各國其養單位 均模擬出周四周五前後 有一個熱帶擾動 有機會發展成颱風 朝台灣的東南方海面接近 禮拜三 禮拜四有機會 可能有今年第26號的颱風生成 冷高壓的強度是遠大於 這個颱風的強度 那由於我們冷高壓明顯南下 所以對台灣影響的程度 是非常非常低的 向專家強調進入12月中旬後 10度以下的寒流可能會接連報導 請民眾記得做好保暖措施 記者網站物品台北採訪報導 的極為 可依存在 1,5 10 9